喂喂喂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蔫花惹笑 博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亲 第140集 放久儿有点愣 不叫王爷 那该叫什么 好像以前是叫九皇叔的 但这不是愉悦了吗 他和九王爷的关系 至于亲密到这种地步吗 当初也不过是身为药瘾 时常被王爷吸血罢了 虽然过程总是有点暧昧 但现在回想起来 也确确实实只是为了救他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的互动确实有点暧昧 所以让九王爷误会了 他对他有意思 他对九王爷有意思吗 不知道 可是没意思吗 九王爷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谁能扛得住他的魅力 真的没有任何想法 凤九儿忽然脸色微变 眉心紧紧皱了起来 他抬起手 轻轻敲了下自己的脑袋 墨白皱着眉 怎么回事啊 头不舒服吗 你 不是不舒服 就是总觉得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有些 感觉很奇怪 什么感觉 是对王爷的什么感觉吗 回来便听到王爷说他不对劲 果然 这丫头对九王爷的感觉有点怪异 看着他渐渐又有点苍白起来的脸 墨白迟疑了下 终于问道 九儿姑娘 能让我看看你的头吗 延武大楼的大堂内 二十多名学子站在大堂中央 大堂之手的寓椅上 湛青城冷谋 环视众人 霍言上前一步道 王爷 这二十多人背后都有伤 属下将他们调过来 请王爷亲自检查 湛青城不说话 霍言盯着下头的人沉声道 你们一个一个上前将衣裳脱了 背 露给王爷过目 这都是昨夜在绝风院查出来后背有伤的学子 霍言毕竟没有在场 不知道王爷指的后背有伤到底伤到什么地步 所以 所有后背有明显伤痕的学子 他都喊来了 只是 木木竟然也在其中 这一点还是让霍言有点不安 木木的身手确实很高 他可是自己看中的骨干人才 如果刺客真的是他 木木仿佛看到了霍言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 他面无表情一步上前 大掌一扯 将自己的衣裳扯了下来 转身 宽厚的背 就这样落在湛青城的视线里 不仅仅是湛青城 就连坐在他身边不远处的方正 以及站在一旁的霍言 都看得清清楚楚 木木的背上确实有伤 不过 这些伤痕已经有一些时日了 看样子 大概是十日之前造成的 现在 伤口早已结疤 在一步步恢复中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 木木这背上纵横交错 竟然全部都是伤痕 这些伤痕 昨天晚上霍言已经看过 如今一看 却也还是觉得几分头皮发麻 虽然每一道伤疤都是皮肉伤 不足以致命 但是看着 却真的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 这 该是受罚的时候 被鞭子或者藤条打的痕迹 这孩子看着干干净净的 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惩罚 王爷 他 战轻城摆摆手 霍言立即到 木木 将衣服传好 木木没有说话 回身向战轻城含了含手 一把拉好衣裳 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下一个 上来脱衣服 霍言立即命令道 站在木木下方的男学子 一步上前 也跟木木一样 将自己的衣裳脱了下去 有嫌疑的学子 一个个将衣裳脱了下来 战轻城只是随意看了眼 便都摆了摆手 让人退下 一转眼的功夫 十名学子都检查过了 只剩下十几人 忽然 外头闯入一名侍卫 来到战轻城跟前 单膝跪下 禀报王爷 十二级的兄弟回来了 方正站了起来 霍言亲自迎了出去 果然是飞龙十二级的兄弟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很明显 一路赶回来 路上就没有停顿过 龙飞十二级的人 只是为了亲眼看看 九王爷是否安好 看到王爷安好 也请安之后 都退了下去 看得出 每个人都累得不行了 和玉京风一样 打算回去洗个澡 吃点东西 好好睡一觉 龙飞十二级的兄弟 离开之后 大堂内又恢复了 紧张的氛围 谁都知道 昨夜阎武大楼这边 有刺客 只是没想到刺客 刺杀的对象 竟然是提前秘密 回来的九王爷 来的时候 大家还不怎么紧张的 可现在是真的紧张 万一找不到刺客 会不会每个人 都变成嫌疑犯 毕竟 刺杀王爷 最无可恕啊 要是真的找不到刺客 大家都会被连累的吧 皇家最流行一句话 宁可错杀一百 绝不放过一人 万一 集体陪葬怎么办 霍言的目光 落在刑子舟身上 上来 将衣服脱了 刑子舟一步上前 这整个房舍的人 也是倒霉 竟然三个人背上 都有伤 谁让他们之前 跟随凤九儿出门 执行任务 困难重重的情况下 受伤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刑子舟正要将衣服脱下 外头又闯入一名侍卫 跪在了湛青城的跟前 王爷 圣旨到 外头 公公已经在等候 方正立即站起来 对湛青城倾了轻身 王爷 不如先宣宫里的人进来吧 别人接圣旨 都是出门去迎接 只有九王爷 从来都是公公 等候传唤 湛青城没有说话 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 霍言立即到 你们背上都有伤 这两日 要先进于阎武大楼 九王爷 要接圣旨 恐怕是宫中有事 今日不一定 有空闲工夫审查这些人 又因为 都有嫌疑 只能先禁锢在这里 至于其他人 他们不知道 所谓的背后的伤 到底是伤成如何 这些事情 还是得要王爷 有空闲之后 亲自审问才行 下头的人 没有谁敢有意见 霍言让人 将他们带到各个房间 命侍卫们看守 这才将大堂空了出来 公公立即进来 走到湛青城跟前 轻身行礼道 参见王爷 不见王爷 有任何回应 公公才将圣旨取出 宣读了起来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重点 湛青城有点不耐烦 他最不喜欢这种 繁文入节的东西 公公也习惯了 九王爷的脾气 立即到 王爷 圣上请您 进宫议室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